经上讲到神明 静以华言尽悦 提供们解释神明 如人从身 有二种天常随世卫 一月同身二月同名 天常见人 人不见天 这华言尽上说 每一个人 至少都有两个天神跟着你 你来同身的时候 他跟你一起来 一个天神叫同身 第二个同身叫同名 跟你同身同名 一个专记你的善 一个专记你的物 你有一个善念 有个善行 同身他就记得 你一个不善 一个悟念 同名给你记起来 全部都有档案 都有记录 那人他能看到你 你看不到他 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 横顾结由啊 说如十二神 与人居身 不名居身身 那你只一来投胎 你只一来投胎之后 他就来了 华言尽有这个说法 药丝经于头 也有 药丝经于 有居身身 居属罪福 与野魔王 他把你的 做善做福啊 这些记录 统统送给野王 又加强属于 一切众生 皆有神 一名同身 二名同名 同身女 在右肩上书起坐屋 同身男呢 在左肩上 上书起坐山 同名的记山 同身的记屋 记窝的是女人 记善的是男人 这个地方 这是加强书里面讲的 说的详细 有人在这管县寺 不是说说了就没有了 有人在记录啊 一个念头 都没有落掉 那我们就得想一想 我们这一天 是善念多 还是我念多 为自己的念头多 还是为别人念头多 还是为别人念头多 我们想清楚了 想明白了 然后回过头来做个总结 我到底是善人 还是我人 别去问别人 问自己就清清楚楚 这个总结 关系很大 关系自己未来的前途 如果我是善人 我就都善善道 如果我是卧人 我就到善我道去 如果我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全都是阿弥陀佛 我来神 你决定就到基督 世界去了 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 你想到哪里去 是你自己决定的 与别人毫不相干 任何人都干涉不了你 都拦不住你 总结一句 全是自主自首